如果总会长真的有那种气魄 应该赶赶的到华人选区去竞选 早前被冻结党籍五年的 马华奔真区会主席郑修强宣布 放弃上诉权利 从即日起退出马华工会 他直言这是马华总会长 为加强最大的心愿 现在的局势是有理也说不清 即日委员会的决定跟建议都可以被改变 所以上诉后的结果 大家也可想而知 我一向秉承着有话是说的态度 对错不起结于我 我只是实话实说 做回自己的本分 我的初衷 这是不时的给予建议 我宁愿说出不太重听的话 是 总会长 不允许党内拥有不同的声音 为了避免党陷入混乱的局面 我正式宣布 决日起退出马华工会 这也可以完成总会长最大 以及最后的心愿 作为马华资深理秀 郑修强也在记者会上 给予未加强忠告 在大选时直接上阵华人区 希望总会长不要把 在马华对护党同志的文化 带到交通部 应该坐下来跟 电招车业者商讨方案 而不是采取 顺我者仓 逆我者亡的手段 如果总会长真的有那种气魄 应该赶赶地到华人险区去竞选 以此提高党的士气 既尊严 返校全总会长 但是李山春的勇气 对于今后的发展 我将抱着十亿员的心态 如果老天认为 我还有能力 为社会做出贡献的话 我将会继续地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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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高兴论